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哥的手下败将Marco 来打这个复仇之战 毛哥现在表情非常的淡定 那据我所知 也不是据我所知了 确实 毛哥最近是开始在练习大乱斗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统治了街霸舞了 那接下来他就是开始进军任天堂大乱斗这个游戏 我也准备好了 跟随毛哥一起进军任天堂大乱斗 只差他的第一场比赛了 那毛哥在任天堂大乱斗当中用的这个角色也是 肯这个角色啊 所以一定会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现在还在练习 至于比赛的话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到时候有的话呢 就可以追踪一下 好 那今天呢 这一场比赛将会是一个 柯林对上卡林的对决 来了 两边的角色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毛哥非常魔幻的利回 如何来打倒Marco 毛哥会从心里 生里 生里没有 利回各方面来击溃Marco 好了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场 嗯 两边在空资源的情况下呢 一开始一定是慢慢的利回 满资源的情况下呢 依旧是慢慢的利回 这就是毛哥 好了 那开场 上来Marco这边先攻 作为有挑战者的气势 上来先推一波 没了 哈哈 先攻就要挨打 对不对 下中角一波上天 然后这里有一个进攻机会 Marco能不能一血前耻就看现在了 这边想要进攻真的很难 对手的这个重拳又快又远 你来不来嘛 现在VT都有了 才刚刚开打 就VT已经爆了 接下来Marco的进攻会被对手挡住吗 没有 重拳一波上天 EX 那这样的话Marco有可能会在这个点上面交V压 Marco在这里如果被摸中的话就有可能会交V压 没有 他连防都没防住 下中角一波直接推板 下段点一下 然后Marco这边是交出自己的VT 那这样的话 这个毛哥这边先攻 被放倒了 后撤 然后现在怎么说Marco这边还是压得很紧 一点点压迫力很强呀 啊哈哈 我有MG 没有戳中 最后一发中角直接是踹在了毛哥的脸上 那毛哥最后一下 轻攻击中攻击也没有带别的 而是选择了EEX的兵快选 要再去强压一下 没有压中 EX天护VS往前压 中拳点 连打 连打下中角上天 不进交EX神 中拳 啊毛哥这里 啊 看来毛哥有危险啊 这样 EX直接打了一个完美 Marco这位复仇者 从败者组为了一血前耻 之前被毛哥吊打 现在请毛哥吃皮 看一下毛哥的表情 其实我现在更加在乎的是毛哥的表情 但是根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 毛哥现在肯定是面无表情 镇定自若 一脸坦然 那个导播都不给 导播都懒得给 也就是据我所知日本的导播是我见过最懒的 就是在决赛的时候都不愿意切一下镜头的那种 好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第二场 毛哥这边开场又是被卡琳非常强大的压迫率逼近版边 然后一发中掉直接给到碎康 反攻 来了 情况之前点一波 轻角没有插合到 那这样子是被Marco一个机会到了版边 毛哥 毛哥今天局面都没有打开来过 这里会选择换边吗 果然要换 那肯定是要换 对吧 到了这个VT Marco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一个背面 直接拉住背防就对了 一波插上去以后 这里应该可以打晕了 没有 毛哥还有晕点 毛哥真坏 毛哥是一个坏蛋 那毛哥在这里是利用一波VT Marco守不住就守不住了 其实这波VT给人的压迫力非常的大 因为你被摸到任何一下 都有可能是一个碎康 一个碎康就是400的伤害 那一次VT可以摸出两次400的伤害 而卡琳这边一共就900的血 你知道他怎么扛吗 扛不住 重拳EX上天 上完以后下中角 然后一波压过去选择用冰块 现在又是被板边不停的用自己的下断 这个中角距离刚刚好 你Marco想用中角出门 哎 点中了 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来打 散装CA 先交一个能量 那毛哥 毛哥一路慢慢往后退 想用中角去开V 那毛哥就很坚持 对不对 我开V一定是要下中角去开的 哎呦 哎呦你毛哥真的吓人 在板边各种厚厚 他就怎么算得到对手 会在这个点上去投他 一算算到了 就直接带走了呀 这个血量刚好了呀 毛哥不可能在这里再什么卡一个点 这个属于脑子有问题了 毛哥很快就直接拿下了对手 哎呦不愧是 不愧是毛是 那在这个第一轮 看起来Marco这边 气势很凶勇的情况下 毛哥很快就告诉了他 什么叫做卡 柯林的伤害 柯林的这个伤害 确实就是VT的那一波 前面的伤害 基本就处于一个脑痒的状态 对吧 但是只要力回打得好 能够占到够多的便宜 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波的事情 毛哥今天的力回还是非常的优秀 自己的重角是拿到不知道多少便宜 甚至是一些 就是转折点 也是他的重角开出来 反手头一个 毛哥还在试图寻找自己的有力距离 那Marco这边也是胆子很大 在对手调整距离的时候 直接往对手脸上去走 直接头 重角摸到了 然后直接确认青角上天 这一波 直接两下打满伤害 Marco这边有点凶 有点伤 他手上这个资源不够秒对手 只能打一个散装的 毛哥 啊 毛哥超远距离的一个突袭 Marco这边还在思考我该怎么过去 看上去这个选手很龟 他穿的一身绿色龟的要死 我是不是应该突一下 没想到对手已经是早早的就冲了过来 并不需要你过来 哎呀缺反 毛哥的操作还是很精准 任何一下失误都不会放过 只要你一路失误 我一定会打足我的缺反 再头一发到版面 啊 啊 毛哥 毛哥毛哥只剩最后一个云点了 毛哥选择跳 哎呀跳出去了 那这样的话依旧有他的圣机 啊防守反击 这边做一个缺反 把自己的VT交出来 下中角 接下来应该是要卡板变位了 用自己的重拳 戳死对手 啊 这下落地直接中 那接下来就是生死则 毛哥延迟一拍 下段起手 Marco这边抢招 抢的又不够坚决 被毛哥直接点中 以后一波 直接带走 那这样比分就是到了2比1 不愧是毛哥 毛哥只要给他一发VT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因为他力回好 他力回好 他用这个VT以后呢 就是如虎添翼 对不对 就给这个老乌龟 沾上了绿色的毛 非常又龟又凶狠 对吧 有点乌龟长牙齿的那种感觉 咬得你非常的疼 那毛哥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防守反击 防守反击 然后这个马哥呢就被不断的防守反击击死了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种局面 所以马哥怎么能够 在对手啊 这波VT 没有爆出来之前拿到足够大的优势 对吧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好吧 就看马哥最后一场 他死了就没了 我的话还有机会 来了 RESIT 开场就是一个吓中鸟先放到对手 这次没有直接前压过去 想要晃一下 马哥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些犹豫的感觉 生怕对手会抢招 来了 直接选择假招 毛毛戏在一个领先的点上面开始了 开始要做一些很大胆很狂妄的举动了 来了我会不会再来加一个 啪 突然力回中突然啪的一下 这就很恐怖 但怕他应该不会这么干啊 这属于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这么做 连续的下中鸟点 有力继续压制 下中鸟点中了 直接确认开V 毛是确认 哎呀老婆 这个 毛哥 对吧 他总是看着对手 一定要打中了 再开V 就是这么一个 把所有的都是都做到极致的 胜利怎么会不属于他 现在马哥这边怎么说 这两边都不出手了 毛哥这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突然一波前插过去 马哥也是把距离留的近一点 就怕对手超远这里突过来 自己没什么招式好打 毛哥这边一直做虚化 还是让他突中了 直接选择中距离的时候 一发下断 哎呦 马哥防不胜防 这防什么呀防不住呀 好了 毛哥开始用中调力回了 不过现在 马哥有机会哦 他打中一发就可以直接带C 就代表这一灯还可以拿下来了 C 马哥这边还省一下能量 我们在这个看到马哥这种翻车王 他竟然没有省得打C 有时候还求求一下留一个能量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马哥这种很容易失误的 打个C是最好了 万一刚才这个EX一失误对吧 就很尴尬 那个场面一下子就气氛就很很僵硬 来了 重拳打中一个插盒 毛哥现在进到板边 跳中调下来 重拳点一下 还是出不去 手上的VT不够 来了 有V的 毛哥先下中调戳一戳 直接中调开出来 下中调再来 哎 就远距离加上自己的下段 不停的搞你 你 哦 我买 哈哈 这 有时候 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吧 毛哥这个人真的是很恐怖 你知道吧 对手推了一个VS 他用轻弓去打了一个插盒 一波就要带走对手了 哦 哦 我觉得马哥要怎么赢啊 马哥赢不了 你怎么看都是 马哥没机会 他对上他的 这个柯林是个怪物啊 马哥表示我什么都不好出 出了就有可能会死 只能跟你拼命 就是说他所能够在这个对局当中 拿到的一些优势 都是找你拼出来的 如果你想要打利回的话 毛哥还真就很厉害 来了 毛哥又来了 在这个点上 他就好像算命的一样 他全都知道了 他今天所有的厚厚 在板边都算到了对手的插 这个头 然后一波VT开出来 又是这一波反击 然后又一波插下来 这个选择等一下 他觉得对手有可能 会在这个点上去出生龙 因为这个情况太紧急了 再不出生龙的话 有可能会死 情况之点没有投中 对手是开出自己的VT反击 毛哥在这里是严防死守 不动直接蹲住 给你投就投了 只要给我广扣的空间 我就有机会 挑青鸟 直接情况之点 对手的这个想要摸一下奖 马哥这里只要摸到奖 就有了现在毛哥其实情况不太妙 他的VT没有 没有VT的毛哥 伤害减半 中了debuff 完了 呀 这个下中角不送他上天 那马哥这里是痛失自己的一个转折点 不知道毛哥这边手上是不是能量越来越多了呀 毛是三连 接下来 直接选择推板 不留能量 过去驾招吗 没有 直接驾到对手的生龙 那就帅爆了 现在就这个血量一点点被拉回来 马哥这边要不要选择主动进攻 其实你看马哥很想进攻 实际上他在归 他必须要归 没了 完了 这个血量被追上了 马哥 马哥怎么说 怎么说 哦对空 那这样马哥有了 马哥有了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哎呦 我现在就跟马哥这个是一个表情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看到那一个中脚碎康的时候 我跟马哥是一个表情 你知道那个中脚碎康是怎么中的吗 就是那个时候马哥觉得 毛毛起一定会前前冲上来投他 所以他在那里直接放了一个中拳 很想要去戳对手的这个前前 要么就是轻攻击值的强点 不让对手过来 结果毛哥伸了一只脚出去 他算到了对手有可能会这么想 他用重脚一放 然后一个碎康 他崩了 原地爆炸 马哥现在只能爆头痛哭 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们叫我做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那今天这个也是再一次欣赏到 毛哥的这个强大的战法 我是越来越喜欢毛哥的 那接下来毛哥会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有可能会转移到这个大乱斗 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毛哥的近期的一些比赛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